詞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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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我沒有特別想吃其他的一些問題 只是說因為台灣對中國的了解 如果從一半主流媒體所看到的大概都差不多 都是非常的中國追求的方便面 那其實包括 就我們現在說很多的陸生大陸同學到台灣來看 他們對於中國的了解是非常非常少的 那也許我們有不同的方式去理解中國 或者是另外一個部分是因為 跟我們自己主外單位的性質 其實是有點類似的 因為愛老師也在做了社群的公平報導 那我們大概也不斷在強調這一件事情 那剛好有機會可以 所以本來就有一些接觸 所以剛好有機會我們就來辦這件事情 我現在蠻簡單的 就是為了辦何辦 剛剛都是冠冕堂皇的理由 沒有啊 這是有些原因是這樣子 愛老師現在現況 愛老師晚上他會出現 對 對 如果連線沒有問題的話 對 現況 都不能出國 欸 你都不能出國 你都不能出國 那個 我心中還是 都不能出國 然後他也受到嚴厲的監控 他說 東部去訪問他的時候 他說對面 就有人在落葉 所以這樣 好 好 我大概談一下 我去廣州兩次而已 我去兩次 然後 嗯 第一次去找愛老師 就是我之前講過 是因為心中讓我看了 愛老師的片子 然後 然後就是我就 想辦法跟他要聯繫電話 說去廣州 可能去拜託他 然後我們去跟他拿片子 這樣子 是去了才跟他說要拿片子 呃 那去的經驗是 就是 我想想看 呃 第一次是 去 那時候好像是要看那個太史村的片子 那太史村裡面有兩個律師 有個叫郭郭麗 有個叫唐金玲 那他們兩個也在愛老師的家裡面 那一次呢 呃 是郭院在門口 帶我進 那個 愛老師就在中山大學校園裡面 那時候他沒有退休 在 在 中文一系教書 那 進了校門之後 那個 郭律師他就 沿路一直走 他是 他是在警察大學的教課 就是 中國的 黃州的警察大學的教課 然後沿路就走進去 就看他這樣動張 希望 然後就看到一個車 這個 奇怪怎麼有公安的車 齁 這裡不應該出現公安的車 然後我聽了也不疑 然後後來走到那個愛老師 愛老師是住在 洞十六層樓的 學校蓋的宿舍裡面 然後進到裡面打開那個 就是那種公立大廈的那種 進去之後 公立大廈都有安全 對不對 就是樓梯 有安全的 然後那個時候那個樓梯是開的 樓梯是開的 然後 那個郭律師有講 反正我就沿路一直聽他講 這裡不對勁 那裡不對勁 然後進到那棟大樓裡 他會說 奇怪跟你怎麼一個人坐在那邊 然後我聽了也覺得說 大概我們台灣出生的人 沒有這樣的經驗 沒有那種經驗 就覺得說 這個郭律師好像非常緊張的一個人 然後後來就到了 就是鼎樓愛老師的家裡面 然後就聊了一下子 聊了一下子之後 突然有個 有個電話打給他愛老師 就說是愛老師的一個學生 所以要來拜訪他 那愛老師就跟他講說 哎呀我現在有客人 不太方便 然後那個學生就說 反正最後 連續的結果就是 他很緊張 不要來不可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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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律師就勸我說 那你不要先躲到那個房間裡面 我說有這麼嚴重嗎 然後我就進到那個 愛老師的房間裡面 然後進他愛老師的房間 後來人走了出來 其實我不小心撞進了那個學生 不知道什麼差錯 好像他們叫我出來 結果那個學生 把他們最後每一手在門口 回頭望了一眼 這樣子 然後等他走了之後 那個 又是郭律師 郭律師 是因為 就是 我真的覺得他滿緊張的 可是就是 後來我聽他講了三遍 然後在旁邊的人在那邊講 我也覺得 哎 好像乖乖 他就說 我剛剛摸了那個學生的那個 袋子 他袋子裡面有機器 他已經拖露印 他意思就是說 呃 是 他們就在猜說 是學校的書記 叫 知道今天有人要來拜訪 然後 叫他來看一下 那個情況是怎麼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 有這麼嚴重嗎 我還是不以為 我覺得說 我沒看到的東西 我 總是不太相信 然後後來 呃 我就特別跟他們三位 做了特別的訪問 就在艾老師的書房裡面 那艾老師的書房 其實是 呃 就是 他是面對 街道 好 面對街道 那在16樓 他一整排都是窗子 這樣子 那 離對面的 同樣一排 那個十幾樓 十幾層的大樓 大概就是 幾米而已 呃 我不太會請 大概六五八米 這樣子 這樣子 然後 因為採訪 大家知道 就是拍攝的時候 要 要 對 不能逆裝嘛 所以我是背對著窗子 艾老師是 正對著窗子 那我在訪問的時候 我就看到艾老師 一直在那邊 公家 希望 這樣子 見不在焉的 我就說 欸 怎麼了嗎 然後我就說 欸 對面有三個人在 逛我們這邊 喬 就是在 這邊看我們 然後 呃 那是第一次的經驗 然後 我問 我就問艾老師說 那會給你 帶來什麼困難嗎 這是不好意思 他說 沒關係啦 我們還是要 就是說 別人這樣子對我們 呃 政府這樣子對我們 就是對我們 這樣子監控 那我們還是 就是必須要按照我們 自己想過國的方式去生活 意思就是說 其實那個 那個是你要請擔任 你按照你想要 過國的方式去過生活 在那個社會裡面 是會付出一些代價的 但是他還是去 就是很坦能地去面對 那件事情 然後後來有一次是他來台灣 大概 大概 來台灣倒還好 來台灣他是怎麼來的 也很妙 就是說 那時候他得了一個 呃 西蒙波娃獎 好 這個 國外搬給他這個獎 然後 這個是之前還是之後 我有點忘記 好 反正總之他是 他是 不太被 准 後來他太 不准被出境了 我想起來 好像他得了那個獎之後 他曾經想要去香港 去贏那個獎金 因為獎金是 會到香港的他一個戶口 結果他要出境的時候 發現說 不准 不准他去香港 海關不准他去香港 那可是 在這件事情之後 其實他就一直 沒有被准出境過 可是有一次 蒙印台基金會 辦了一個 廝殺 那他撥了幾個片子 其實都是我們在 9月11號的時候 要撥放的片子 一個是 關愛之家 一個是 天堂花雲 天堂花雲 這個片子 就邀請他來 那 好像是出去證明給他了 就是 有發這個邀請 但是還是不准出境 可是他居然就來了 那我問他說 欸 你不是不准被 不准出來 那你怎麼來 他說 我也不知道 我就參加 我就想辦法去參加 一個自助警官 然後到了香港 然後就 來到台灣 這是很妙的一件事 總之這是第二次跟他接觸的經驗 那第三次跟他接觸的經驗是 我又到廣州去找他 那那個時候 是辦 世博的時候 上海事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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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5 然後 去了 095 1010 1010 我 我去了廣州 去他家找他 然後 他 那時候正在 就是 接待 跟校方 跟龍系的校方 正在接待一群 國外來的 參訪的人 大概是隨時交流吧 總之沒有很清楚 但是 他 就是 那個交流的場合 他就很 就是我去找他 他跟我講說在哪裡找他 我就去那個教室找他 然後去到那個教室 他就 看到我 就趕快把我拉到一邊說 請我吃飯 然後 他就跟我說一件事 他說 公安今天早上來找他講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不准去上海 就是四國 第二件事情 不准去北京 第三件事情 不准跟媒體接觸 尤其是境外媒體 那我想應該不是指我 因為 我都是用商人的護照進去 雖然我從來也沒做過生意 總之這幾個經驗就是 你可以想見說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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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外界接觸是 有點故技 挺辛苦的 後來 呃 輾轉跟別人要到他的那個Sky 那 跟他聯繫的結果 他就說 盡量不要用Gmail 因為他的Gmail 是被 就是 被監控的 那就盡量不要 那後來當然他就說 沒關係隨便他 就是 如果沒有什麼特別要緊的事的話 然後他就用Gmail 呃 但是 就是 到 這一次我們要 要去找他的時候 他是 後 他是 好像 那個接觸 並沒有太 就是那個寫信的過程 他也是有一大 沒一大的回 我記得好像是 蛤 最近很麻煩 我記得 一個多月 一個多月 那個片子是怎麼樣 他最好好像是 拖那個 另外一個人 叫曾經燕 就是 吳家的太太 說 就是聯絡 看可不可以寄給我們 那照理講 那個東西應該在他手上 他 他很多東西都 都盡量 啊 就是 善著放 比如說他來台灣 或者是我去廣州 總會帶一些 他的那個 DV帶出來 他就說 有一分放在台灣也好 哪一天家裡被操 什麼都沒有 至少還有一分在外面這樣子 這是我跟他接觸的經驗 然後 然後今天晚上的 那個 就是 視訊連線 我是蠻期待的 但是 其實好像蠻不保險 因為我們事先跟他 想事先跟他聯繫說 艾老師你在嗎 你會先來試一下 之類的 都沒有回憶 然後 我記得他給我們的 那個 就是同事 的信的意思是說 反正 就 時間到了 那個 今天晚上八點 他就會打開Sky 然後 如果我們能聯繫 上他的話 他就講 那如果沒辦法滑 那就沒辦法 這是我跟艾老師的 那個 就是 相處 或一些對話的經驗 給大家 我覺得說 其實 這個 這個 情況是 很多人 他這個 維穩 監控這些 影響 這樣也是非常大 嗯 那那個 比如說 郭彥老師 這個 其實 他是 呃 他是當年 2005 因為太史村的事情 他 因為朋友的關係 那他 其實他 不是律師 他是 在 教法律 然後 這個 然後他有 堅持律師的 職業資格 然後 也掛 掛在一個 學校的律師事務所 裡面 然後就因為朋友的關係 就把他 拉進這個案子 然後呢 因為就是要借重 他是 警校的老師 不是警察大學 我是一個 一個專科學校的 訓練中 像我警專 啊 嗯 那 但是這個 他 投入在太史村 其實他也是做 只是做 做為律師的工作 因為太史村 村民因為 土地的糾紛 要去通告 政府會 然後他就 代理他們 去幫他們 呃 然後後 後來因為法院不受理 還 打傷他 就是當事人 等等 後來根本沒有承案 那他們自己 包括 他跟唐律師 唐律師好像也被 打 打傷 那 這個 其實 郭彥也蠻無辜的 就從此之後 他就 收到這個 關照 然後 後來就是有一次呢 他跟 艾老師一起出國 那 那 就艾老師邀達去 歐洲 因為歐洲 有那個 國際衛軍組織的培訓 然後呢 他也是 偷偷摸摸摸 因為 學校不準 他就 用這個 到東南亞旅遊 然後呢 到向南亞旅遊 到向南亞旅遊 結果呢 回來之後 就犯大忌了 就 學校就 對他非常的不瞭解 結果 後來他到什麼 地步呢 其他情況 比艾老師還長 就是說 他被要求 這個 不對外發言 不說 就不接受採訪 他們把他的工作 就是說 他們 呃 強迫他繼續留在那個單位 工作 當老師 可是不讓他上課 那但是呢 這個 他的工資呢 是 要靠工 就說 所以 學校就告訴他 因為你是老師 但是你沒有上課 就是他不上課 而是學校不讓他上課 不給他排課 但是因為你沒有上課呢 所以 抱歉你的工資 那只能領那個 一個月好像幾十塊錢 呵 就是那個 嗯 不知道是叫什麼 就是一個點心 還是 所以呢 就是讓他這樣子 就是說 然後呢 要求他每天要上班 好像打卡一樣 就是一定要準時上下班 也就是說 基本上是把他軟禁在他的 辦公室裡面 然後只要你 不請假 不來上班 你就要打報告 就要 就要 報告 你的這個 書記 說你要幹什麼 然後呢 從 從那次出國的時候 他到現在都不能 到現在都 被限制出境 這幾年 這麼多年來 他只有一次跟他先生 過程去 好像太陽 有一次 以外呢 就是任何地方 包括台灣香港 所以你想要看這什麼生活呢 他是一個法學教授 他其實是 新南政法大學 是 各位幫忙的學員 非常好的 呃 因為 八九的關係 所以才能到 警校學教授 但是呢 不知道他現在 有沒有看這個直播 呵呵呵 那這個 呃 總之那就是說 這個是 超過我們想像的 無法無憑的狀態 然後呢 而且這個 一般人 也不了解 你去問廣州街上的 欸你知不知道 你看 有政府這樣子 大概很少人 很少人知道 那 像另外一個 卡金林 更慘 卡金林就是從 從 從 從2005年之後呢 他是一個專職的律師 從那時候 他就被調教律師指導 就不給他律師 那個 換那個律師證 他們律師證的 你們都要換 就把他律師證 吊銷了 然後他就不能職業 但是還好就是說 他們那邊 非律師也可以上班 就在家 所以呢 他也可以接 也可以上 只是不能上班 那但是呢 就是變成 他也是在一種 地下的狀態 然後 他就 到處多多廠商 然後他要去做一些 呃 這個勞工 勞工的這種 法律維權 或者 教育啊 什麼 都是處處受到打揚 然後 剛剛講到那個 艾老師不能到 不能領獎金 那更扯的是說 我們去年幫 我們去年在香港幫那個 李旺陽 就是一個 六四的那個 受害的 那個 六四之後被關了很多年的一個 老民運 他在這個 出獄之後 在 保外 在醫院那個 借護就醫的時候 是保外就醫嗎 總之呢 他是在警察 借護之下呢 就 被警察說他自殺 傷藥自殺 叫來找地人 傷藥自殺 總之呢就是說 為了這個案子 我們在香港 聲援他 因為他剛好只有在六 因為在六四之前 接受香港便利採訪 而被這個 公安 可能被公安 這個請求 所以就 在六四之後 因為 六號 死掉 那這個 所以我們後來就 聲明他在香港 慢慢默了一些 反向 結果我們 這個 最近終於呢 就是說 這個他的家屬 都已經放棄了 幾千上家屬已經被抓了 那他家屬 告訴我們說 錢可以回過去 結果 我們 為了 這個 捐款到他的 這個 銀行帳戶之後呢 他竟然說呢 這個錢被公安 領著 就是說 就 就 能想像嗎 就是說 你人家 會錢到你銀行的戶房 這個銀行不告訴你醫生 就 直接讓別人 把你的錢領著 然後最近好像沒一句 查 問 問的半天 這個 好像公安說 這個 因為涉及國安 哈哈 因為涉及 因為涉及這個境外資金 就是國安 酌這樣一整理 那其實就是說 額 順帶就是說 講一講 就是說我們現在其實 我們現在其實 呃 我覺得大家會辦一些這種 認識中 活動 可能也是有一些壓力 都感受到一些壓力 其實 現在香港的情況是非常 非常的 緊張 就是說 呃 我們 我們 我們的同 我們在香港的同事呢 其實 多年來都 受到這個 減狀 就是電話 或什麼各種 這些減狀 那現在 香港是 進一步就是說 開始用這個暴力的方式 那 最近幾次的這個 和平的示威都有 都有這個貌似黑掉的出現 就是歐黨 那個示威的影響 那 還有就是 向他們對待小輪功 最近有一個 民導師的案子 嗯 因為他們這個 小輪功 就是在各地去 呃 接搭嘛 就是 拉布條 然後放一個影片 告訴大家 如果我再氣壞 什麼 控訴中共 那個暴行 那 這個是他們的言論自由 但是呢 現在香港 香港 表面上法制 所以 他大概不敢用警察 去 去 去限制他 但是呢 現在他們出現一些 民間團體 都是 愛自備 什麼 關愛協會啊 什麼樣子 愛黨 這些團體呢 就利用年輕人 搞到這個 法輪功的這個 呃 宣傳的這個 接站 前面呢 去擋住他 或者去辱罵他們 或者用更大的 那個大神功去干擾他們 那這個根本就是暴力 就是 就是 妨礙人家的 自由 妨礙人家行使 他的 自由 那 結果警方 問題是警方現在 竟然就是 對於這樣的行為 他不去自主 那 那 本來警方應該是要 把他們 隔 隔成兩邊 然後讓他們 各自都可以拿來行 那 可是現在問題 有警方不中立 他不去自主 這樣子 針對法 這種 這種行為 結果呢 最近就是有一個老師 看不下去在旁邊呢 他就覺得這些人太多分 他就 上去 他就罵那些警察 說為什麼不來管 結果 就 大概 爭吵激烈 他最後就講了一句粗話 英文就是粗話 結果 竟然就跳出一些警察 警察的團體 推秀警察的團體 就來大肆的攻擊說 這個老師說粗話 把整個問題就轉移到說 這個民主 主張人權 這個 這樣 這些人呢 是不理性的 不和平的 是暴力 然後呢 他利用這個 黑道 來 打這個示威的人士呢 雖然是他打人 但是因為最後就是一團混戰 所以媒體上呈現就是 好像是 讓市民覺得這個示威 這種 公民主義的時候 所以 就是 是很暴力 是很 因為香港人很怕 香港人 香港人跟我們不一樣 香港人比較的威脅 他們很怕這種 衝突 所以呢 其實最後就說 他這個 那個 兩個都說 以激鬥雞 就是 以激烈鬥激烈 但結果就是 讓這個整個 民主 這個 正常的示威的這種 行動呢 變成一種 好像被灌上一個激烈的 暴力的這樣子 形象 那 所以 呃 這個 也是我們 覺得說 我們要 更 積極的去做一些 最暴力的這種 訓練 這種 反省 反思跟訓練的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而且 其實台灣現在 我們 其實很明顯說 這樣的場景 有一定會是來台灣 台灣很多黑道 其實最近也有黑道主張 有黑道主張 然後呢 最近有沒有發現 就是說有一個 黑道具 有一個有黑道背景的 有黑道背景 去告這個 1985的那個 示威的主 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是很曉得清楚 但是這個其實 很不尋常的訊息 就是說 再加上我們的司法其實 就是說 也不是那個總理 所以 呃 就是說 種種的因素 看起來 我們其實 並不能太 太 對我們現在的 你們的 環境 太 太感觸 或太完全感 啊 必須有 必須要 有一些危機感 啊 啊 所以 我想就 趁這個機會 搶一搶 對 分享一下我們的 這個危機感 我覺得這個也是就是說 我們在 為什麼我們要看 華人區域 而不是 一路公看台灣的狀況 還沒有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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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識到這個 這個 背後或者是 將來可能的一些場景 但是你看一下香港跟中國 就 就 了解 因為現在這個 我們面對的這個 這個政權 它的 手段 是非常 出乎 我們 想像 那 呃 如果沒有一些準備的話 如果這個公民社會時刻 我們不能讓它 朝正面去發展 不能讓這公民的力量 茁壯 反而是讓這個公民社會被物理化 比如說如果昨天 我們 昨天佔領內政部 如果 很快就被踩走了 或者是產生了暴力衝突 那這個 很可能最後我們這幾個月 他們都會 變成了負面的效果 那這個都是 呃 都是 都是在病毒中 所以 呃 呃 我覺得其實這個 就是 就是 剛剛好像講 這個活動 只是為了活動 那我覺得 我們之所以會 在這個時間點 大家都想要辦一些這樣的活動 其實大概都有一些 啊 共同的那種 面對一些 焦慮 啊 對 那我們也希望說 能夠做 有些機會 讓那個 香港的 朋友呢 來增加幾個紀念 好 那因為我們時間也差不多 所以我們這個場次的這個 呃 方言跟座談就到這邊結束 那 待會在 呃 六點半 對 我們會有第二個場次 就是 花兒為什麼這樣紅 那就是 公民調查的續集 好 就是也是看 呃 呃 艾未未也還有包括 川正運動的 川正運動的 川正的一些 做人調查也非常好看 好看的也不騙子 那呃 呃 待會我們希望能夠跟 艾曉妮老師能夠 呃 連線成功 好 那我們非常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